早前苹果公司就推出了iPhone X 它据称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脸部识别系统 但这个技术也不是我们人类第一次接触 是 安卓的系统之前已经有了 对啊 那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 就是有一些模特人用眼睛就可以解锁了 那到底这个脸部识别系统真的是比较安全吗 有人说化了妆那就认不出 卸张跟化妆怎么办 如果我老了怎么办 整容怎么办 戴帽子戴眼镜真的可以吗 今天我们就请网络安全专家冯中福 来给我们点评一下这个脸部识别系统 出现在明师早点 明师早点 明师早点 明师早点多知一点 大家好 我是LGMS系统安全顾问 及手心执行员冯中福 那么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 大概都知道苹果电话呢 最近发表了一个新款的iPhone X 就是iPhone X 那么iPhone X最特别一点呢 就是用脸部识别系统 来取代指纹识别系统 今天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是脸部识别系统呢 其实脸部识别系统呢 就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其中一项 生物的特征呢 包括了我们的脸 指纹 掌纹 眼睛膜和声音体型及个人习惯 都可以用来作为一个识别的方法 其实人脸识别系统呢 也不是非常新的 大概在80年代吧 也是有人脸识别系统 可是当时的人脸识别系统呢 是比较简单的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用我们的 比较表面性的那个特征来 来做判断 比如说我们眼睛之间的距离啊 或者是眼睛和鼻子之间的空间啊 这样子来做一个比较 可是方眼看今天的脸部识别系统呢 我们已经有取得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指纹识别系统 指纹识别系统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 因为毕竟我们的指纹 不会随着我们的年龄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而改变 但是脸部识别系统呢 就不一样了 脸部识别系统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性呢 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 我们脸部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鱼尾纹啊 眼皮下垂啊 或者是我们的头发 变白啊之类的 那么脸部识别系统呢 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 好在在我们这几年呢 有一个非常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就是我们的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machine learning 那么靠着这个技术的配合呢 我们在那个脸部识别系统上面呢 取得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电脑不单只会把我们的一般的 那个脸部特征来做比较之外呢 他们还可以做一些预测 预测我们现在样子可能是这样 可能十年后会不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些特别的技术 比如说那个人工智慧和机器学习 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一点 随着这一点的开发呢 我们的脸部识别技术就变得更加完整 和更加成熟了 所以这次苹果电话 以那个脸部识别系统 来取代指纹识别系统呢 我觉得他们也是对这个脸部识别系统 也是蛮有信心的 那么据我所知的 就是他们是通过红外线 来侦测我们的脸部的轮廓的深和浅 那比起一般的脸部识别系统呢 这个方法的确是非常准确 一般上呢 如果我们用一些照片啊 或者是面具啊 都不能把脸部识别系统来骗到 其实在很多国家 脸部识别系统呢 也是被广发的应用了 就拿中国来说吧 在一些火车站呢 很多都有安装这个脸部识别系统的 主要是帮助那些公安来侦测 可疑分子啊 罪犯啊 在这种方法使用之下呢 当然也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那么我本身呢 也是相信脸部识别系统呢 会走向一个更成熟的那个阶段 大家就想象一下吧 当有一天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去银行的提款机前面 当提款机见到你时 提款机会自动政策你的脸部 用你脸部的特征来分析 来告诉他自己本身你是谁 那么同一时候呢 当你走到提款机前面之后呢 提款机就自动确认完毕了 你就可以直接按下你所需要的银额 直接去提款了 那么大家相信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吗 而我就绝对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可能会在甚至两到三年之间 就有这个情况会发生的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中福给我们做的点评 确实是到有一天呢 我们可能用脸部就可以决定很多事情 也可以通过很多的保安管桥 用脸部提款 这个技术那么贵的话呢 在每一架的ATM都要装这个技术 那下一次呢 会跟我们征收的这个费用不是高一些咯 坦白说以后还会不会有ATM 我们也相当好奇 都是无现金的时代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明示早点会在八点半的时候重播 听完了李文的滴答滴 还有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落题